作为公司来说 应该也是策划很久的事情 现在接班的这个班子 整个配套都比较成熟 也经过了一定的打磨 再加上明年正是我们 制定新的一个五年计划的 下一阶段的开始 所以成上旗下 这真的是一个最好的时候 不再参与公司的时候 除非有极特殊的情况 因为我毕竟是这个名誉董事长 真的有极特殊的情况 可能会那个帮下忙 一般不会在那个时候 可能对我挑战最大的一段日子 那还是上个世纪 就是年代初的时候 信息化席建全球 在那个时候 我们国家为了让信息化应用 更好的开展 所以打开了闸门 让外国的机器进口了 这时候呢 我们国家的生产 就完全是不可能跟国外抗衡 那时候联想相当于 就是一个小山板 人家是相当于万吨 十万吨的巨轮 我们能不能生存 当时还是个问题 后来我们下决心 就是当时就两种做法 一种就是做国外的代理 那就是中国今天就是纯粹应用 没有这个计算机这个工业 一个呢就是拼这一把 当时我们就是冒险 就是选择走了这条路 后来竟然这个走出来了 现在整个中国的很多很多行业 都在处于那种激烈的竞争中 不过我们当时呢 只是跟外国企业竞争的为多 今天是中国企业自己跟自己争 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外国人根本争不过我 那时候是我们争不过他们 现在哪个外国企业到中国来说 跟我们进行互联网 应用的竞争 或者是哪个领域在中国奔头 哪个能打得过 这真是中国一个非常大的提高 对联想控股来说 我们运行的这个模式 是不是能够达到一个更高度 能够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 我们自己觉得 就是用财务投资和战略投资的方式 对国家的发展 我们认为是有益的 因为实际上 这个中小企业或者大的企业 在不同程度 都还是需要 有质量的资产的帮助的 真的就是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责任 有他们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能力 有使命的人 他就在挫折面前 他不会轻易退让 有很多人 就是在行事好的时候 会很高兴做得很好 当一出现了行事不好的时候 就很容易放弃 这个像我希望我们的接班人 不但有往前闯的这种 不断追求更高目标的这种勇气 同时也要有这种坚韧 我觉得挑战和机遇真的是并存的 在不确定性中更能出现伟大的公司 在这个里面不确定中 其中一个很大的不确定 是属于科技的创新和变化 某个行业 业务整体上的生态的变化 在这种巨大的变化中 是能够出现伟大的公司 突然间改变了整个的这个生态 新的这一代企业家 我就不说人名了 他们这一批这个闯劲 而且对这个行业深度的了解以后 创新精神 我觉得都已经 不是一般的外国企业能比较 过去我们都是学习人家 现在经常我们有很多想法 其实是走在外国人前面 这种精神我觉得是 就是创新的这种精神 要勇于就是有追求 这种是中国年轻企业家的特点 一个公司真的要叫全球 哪怕20%的人能说到 这个值得信赖 受人尊敬就很不容易了 我觉得我像这方面 我们还差老远 我们曾经爬过一座山 我们也下到过这个风底 现在我们就不停地 往更高的山上爬呗 我们又се不停地 五小石 如果无尊敬 我要